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此前杨洁篪在中美二加二阿拉斯加分位上的表现 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并针对战狼外交是否已经深入到中国外交最高层 提出了各种讨论 但是有关于中国外交风格 其实此前也已有报道 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西罗金刚刚出版的新书 天下大乱中就曾经记载这样一段情节 这是在二零一八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召开的APEC峰会 书中记述在会议召开前 中国开通了一条穿过莫尔茨比港中间的巨大公路 这条公路通向闪闪发光的新议会大厦相当令人惊叹 而为了邀请习近平前来 中国代表团特意在之前在这一条中国帮助修建的新路上插满了中国国旗五星红旗 但是当其他国家代表团陆续涌入时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要求中国代表团把旗帜取下 中国代表团拒绝 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再一次的逼迫之下 中国代表团终于取下了中国国旗 但随后又换上了纯红色的红旗 原因是这样的旗从任何距离看仍然很像中国的国旗 而美国官员队记者说这只是那几天中国代表团怪异而咄咄逼人的欺凌行为的开始 书中介绍当习近平在酒店宴请与台湾没有建交的八个太平洋岛屿国的领导人时 所有到场采访的国际记者都被赶了出去 而到了所有领导人穿着鲜艳的岛国色彩的衬衫一起合影时 习近平让其他领导人等他推迟他到来的日程 而书中介绍这显然是彰显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而在会议里中国代表团对美方十分不满 说美国对中国图谋不轨 并把其他的亚洲国家也拉进来对他们不利 当时到场的除了领队彭斯副总统之外 还有博明 而由博明负责谈判一份联合声明 这样的声明代表二十一个中心国的共识 其中写到了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相关措辞 而中国代表团则对这一番措辞表态十分反对 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写得很模糊 只是说我们同意打击包括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在内的保护主义 而中国官员却大为愤怒 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办公室去要求见他 以说服他代表自己进行干预 当时主办国的外长拒绝见中国代表团 中国官员就真的闯进了外长办公室 结果外长不得不叫来当地警察把他们赶走 回到会议厅 中国官员不请自来的擅闯很多小国的会议现场 直接要求他们听从北京的命令 有一位参与现场谈判的美国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 这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外交关系中例行公事的行为 撒泼外交 他们走来走去好像他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并试图通过欺凌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习近平和彭斯被安排在面向公众发表最后两场演讲压轴大戏 出于安全考虑 演讲是在停靠在莫尔茨比港沿岸的一艘邮轮上进行的 而国际媒体从岸上的一个帐篷里跟踪报道 但是当彭斯开始演讲时国际媒体中心的网络突然断了 这意味着记者们无法实时报道演讲的内容 而当彭斯讲完之后 网络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彭斯以及工作人员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幼稚行为越来越失望 最突出的就是彭斯演讲完后会场上只有零星的掌声 当时彭斯惊呆了 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他对中国发出的强硬信息呢 他后来发现中国代表团把现场观众的票全部事先买下 让中国商人去当彭斯的现场观众 书中介绍美国官员对于中国恶作巨石 对细节的关注感到十分的佩服 当然是打引号的 而最有趣的是在最后一天 博明与中国人合作 试图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 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让步 结果最后的投票结果是二十比一 除了中国这一票之外 每个国家都支持联合声明 但是由于没有达成共识 声明还是失败无效 而当各国领导人针对声明投票时 在隔壁房间透过玻璃观看的中国代表团爆发出欢快的掌声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失败就是其轰轰烈烈的成功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中美会谈的后续情况 根据美国媒体Axios的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告诉Axios 拜登政府的代表团本周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中 与中国同行讨论的气候问题 但是与中国媒体的报道相反 双方并没有就此问题成立工作小组 该报道是在拜登担任总统以来 中美两国官员首次面对面外交会谈之后所发表的 NBC新闻写道 会谈表明拜登并不计划完全放弃川普政府在与北京讨论时的强硬语气 更广泛地说 我们知道中国如果不采取额外的重大行动 气候挑战就不会得到成功的解决 国务院发言人告诉Axios 中国代表了全球排放量的近百分之三十 同时还有贪密集型的海外投资 发言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在二零六零年前实现净排放 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他补充说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发言人说 在我们推进应对气候危机的过程中 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接触 在我们向格拉斯哥COP二六迈进的过程中 所有国家都必须提高自己的雄心壮志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一月表示 美国必须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关键的独立问题 与中国打交道 但是拜登政府不会停止 就侵犯人权和贸易问题与北京对抗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亚特兰大凶案中有关于受害者的更多情况 根据来自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的报道 二十一岁的白人青年罗伯特隆 在十六日持枪袭击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三家按摩店 造成八人死亡 其中有六位是亚裔女性 其中至少两位是华人女性 他们一位是被袭击的第一家阳式按摩店的店主 四十九岁的谭小杰 另一位则是店中的员工冯道瑜 这是一个发音类似的名字 根据报道谭小杰的女儿刚从佐治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不久 她和她的父亲一起接受了今日美国的采访 女儿回忆说母亲每天在店中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 为了让她生活的好一点 母亲付出了一切 谭小杰来自南宁是两姐妹中的妹妹 在两千年的时候在南宁遇到了来旅游的商人维布 维布回忆表示她爱说爱笑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 后来二人结婚搬到佛罗里达 美步说虽然我们离婚 但是她一直把我们家挂在嘴边 两人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朋友关系 二零一年谭小杰搬到了亚特兰大地区 除了阳式按摩店外 她还拥有一家足部护理店 虽然每天非常忙碌 但是她此前表示自己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彻底轻松 而她的一位朋友告诉今日美国 谭小杰是她遇到过最热心最亲切的人 没有想到距离五十岁生日还有一天的时候却无辜死去 杨氏按摩店的另外两位死者是三十三岁的一位女性 还有五十四岁的一位男性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ABC的报道 文章介绍新的财务披露报告显示 几位前奥巴马时期的官员在拜登总统的带领下重返白宫 而现在他们的资金势力更加雄厚 与企业利益也有更深联系 根据NBC新闻对于最新披露的报告的分析 拜登政府的许多高官包括幕僚长克莱恩 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赖斯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 还有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夫齐恩特 在过去几年中财富都有大额增加 拜登的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是一位千万富翁 在披露报告中显示他与配偶马格丽特古德兰德持有的资产在七百五十万美元至两千七百五十万美元之间 他曾是现任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法官的前法律助理 还有大部分财富来自于散落在佛罗里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住宅和商业房产 白宫披露报告表示他持有价值五位到六位数美元的私人公司股票 包括亚培实验室美国运通Facebook联通快递谷歌默克以及万事达卡 沙利文过去一年从咨询公司获得的薪水为十三点八万美元 他的企业咨询客户包括Uber乐高万事达卡还有扎达银行 同时他也在耶鲁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担任学术职务 按照道德规则的要求政府高官通常会剥离他们可能监管或者有利益相干的特定私营公司的经济利益 或者必须要回避可能影响其个人经济利益的事物 白宫的一些官员在披露报告中已经表示他们将剥离公司利益 而ABC新闻表示还没有获得他们的具体道德合规协议 因此还不知道他们避免利益冲突的全部计划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前总统川普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前总统川普的高级顾问表示 他将在不久的将来以自己新建的社交媒体服务而重返社交媒体舞台 曾经担任川普二零二零年竞选活动发言人的杰森米勒 在周日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表示 川普将在未来两到三个月内重回社交媒体 这次是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平台 他声称川普将完全重新定义游戏 米勒表示他预计川普的新平台将拥有数千万用户 川普在一月六日美国国会骚乱之后被禁止使用推特 在他担任总统和之前 他一直是该平台上的多产发帖者 无论 詩詞 我公文養心 我愛你 春光靈靈 孤孔 神 谁能说故事,也谁却是,有情爱意几。 今夜啊,也不当心。